备受关注的跳水队再次出征去参加跳水市井赛 目前中国跳水队的所有成员已经出发前往日本 按照赛程的安排 本次的市井赛比赛时间将会是7月14日到22日进行 相信跳水队的成员将不负众望 能够夺得好成绩 为国家夺得荣誉 并且能够顺利夺得巴黎奥运资格赛的门票 随着跳水市井赛的临近 中国跳水队的人员名单也是确定的 同时也受到广大粉丝的关注 并且根据央视提议官宣的消息来看 中国跳水队的意见仍然是他 在出发日本之前 中国跳水队为了本次能够夺得好成绩 也是进行了多次的对内测试 最受大家关注的仍然是全红禅在十米台的表现 现在的全红禅在十米台的位置一直不稳固 在对内多次测试中 陈玉希也是再次将全红禅击败 而全红禅的发挥也只能委屈到第二名 但是全红禅在火力全开的情况下 也是能战胜陈玉希的 目前的全红禅仍然在经历着发与难关 相信这些现在的失误 他都能通过努力的训练去弥补回来 等过了这一段时期 相信他仍然是全世界仰望的对手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即使全红禅在队内测试赛多次输给陈玉希 但是中国跳水队一姐的位置 看来仍然是全红禅一直稳固不变 根据央视体育公布的消息 在出发日本之前 央视体育组特别对于中国跳水队 进行了特殊的报道 据消息来看 此次中国跳水队共派出了18名队员 男女阁9名运动员 像全红禅 陈玉希 王宗元 张佳琪等人都在名单之列 并且他们都曾经获得过奥运冠军 此次中国队派出这些实力汉将去参加日本跳水实锦赛 相信也是在所有项目中的金牌争夺中都是势在必得的 让大家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央视在报道时 晒出了一张官方的跳水队阵容海报 我们能明显地看到全红禅仍然是队伍中最亮眼的 不仅站在C位 而且特别的突出 这无疑也让我们看到现在全红禅仍然是中国跳水队的一姐 这也是全妹在这几年的征程中自己争取到的 也是对她实力的认可 对于她的主教练陈若霖来说是终于叛到了 也是为全红禅贺喜 球迷们对于此次日本跳水实锦赛 都是全力的去支持全红禅 有球迷指出全红禅在队内测试的成绩不能说明一切 在大赛中全红禅是能拿出出色的发挥去震惊全世界 相信此次世锦赛全红禅仍然能以自己的技术和能力让全世界叹服 当然了其他中国跳水队队员也希望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为中国跳水队其他项目赛的争夺上有力地冲击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全红禅曾经在日本奥运会时就涌夺金牌 相信此次再去日本那将是他的福地 他将再一次震惊全世界 也期待全妹能在这一次世锦赛中拿到好成绩 为自己实现大满贯的目标去努力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